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 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own,Spotify,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大家好,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你自己帮我抓切点 听到我们的声音 对,这礼拜要讲什么呢 你最近,你们家有人在申请纾困吗 就是说有些人经营失业 然后遇到一些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的问题 然后就需要政府的一些经费协助等等 家是没有 但我觉得最近看新闻确实是 还有就是那种相关纾困新闻的那个 新闻留言啊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 就跟纾困有关的有的没的 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是我同学跟我讲的 你同学跟你讲 你就是你同学吗 不是 好,请说请说 反正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们家就是 他的一个姐姐要 就是要申请纾困就对了 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嘛 然后就想说 政府竟然有这个没意 就想说去申请一下 结果他去申请的时候 他就要了那种全家 跟全家人要他们的账本 那叫什么本啊 存折 存折 然后结果其实这件事就很麻烦 很困扰 对 因为他们家人很多 对,那像我同学就会跟他说 那你到底要什么样子的存折 我就我有A银行 然后我有邮局啊 我有银行啊 我有什么 那你现在是全部都叫我 把它印出来嘛 然后后来他们家里 就是有一些家庭关系比较不好的 OK 然后可能都好几年没有讲话 可能就为了要跟他要这个存折 然后就有点尴尬 我以为是成为亲人之间和好的契机 没有 没有 只是说我觉得有蛮多人家庭的状况 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 就是大家都 很好要到 存折报应一下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财务 其实都算是自己在管理 然后突然一气之间 为了家里的某一个人 然后大家的账都要翻出来 某种程度上也蛮难看的 好恐怖 这样就是如果你们有没有尝试方前 或是发现 什么太太其实也很有钱 先生其实也很有钱 所以就会 会不会发生家庭革命 轮轮悲剧就会发生 反正呢 就呢 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爸妈就觉得有点 就是弄得家里很不开心 然后不开心就打电话去 就很可怜的那个 承败人员 承败人员就接电话就问说 为什么只是申请一个纾困 要搞的全家大小 都要把自己的就是身家都搬出来给政府看 你们难道不能自己查吗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哦 现在还有一个是有点签那个窃解书 对 然后政府就可以直接去调你的一些资料 然后你就不需要 所以他们打电话去问之后 对方就公务员就直接跟他说 好啦你就签一签 然后 对啦 就可以了 对 就有点被动事 你知道吗 就是提出问题 他才告诉你说 其实也不需要搞的这样啦 没关系啦 你身份证给我就好了 这样子 就是会有这种 这种故事出现 所以当然你看新闻在讲说 对啊 因为很多人都有在讲就是 为什么 A可以申请到 B可以申请到 那我不行 或是 很多符合条件不一样 然后或是也会有人 也有看到有些人 就是或是在野党 会骂就是说 诶 为什么不直接发那个什么 发现金就好了 全民发现金 还要搞那么复杂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 这一阵子就是防疫 虽然武汉肺炎的疫情 相对的告一段落 但是现在的焦点还是 就集中在疫情之后的 经济复苏 或者这些纾困 要怎么做 就大家都在吵这件事情 很多人现在其实在 吵的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就是 纾困 然后和 振兴 你拷的好硬哦 有吗 有吗 你知道今天就是我们实习生 就跑来问我说 他就问我想测试知道说 我知不知道 你不要笑 他就想测试说 我知不知道 纾困跟 振兴的差别 的差别 那你怎么说 哈哈哈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讲的是不是对了 我先讲一下我的版本好了 好 振兴就是我们 不不不 纾困就是 疏解困难 对哦 就是把困难给 赶快排解掉 然后在我认知里面 纾困是比较紧急的 是比较 比较是当下遇到的一个问题 然后政府要赶快帮你处理掉 有点像是生个感冒啊 然后我们就要赶快开个药 让你拜拜 让你的症状压下来 对 然后振兴比较像癌症 就是 就是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问题已经是 有一段时间了 那他比较需要长期的去处理 举例来说可能是一个地区 他们长年的那种青年都外流了 然后导致那个地方就是经济啊 或是老年化的问题 那可能政府就必须要介入 然后去处理 所以在我理解这样子就是比较属于 政行方面的金钱的 所以是感冒跟癌症 对 一个是急性感冒 一个是重的末期癌症之类的 这两个差别 我的理解我会是这样 因为其实纾困 因为其实这整个 不然相关法规和预算 当时就是因为因应疫情 要定的那些纾困政行条例 或是纾困政行的特别预算 所以本来就是要 理论上就是要因为疫情影响 而需要纾困的 或政行的对象才会适用 所以就是 还有几个条件 一个就是 你要是因为被疫情影响 还有就是你要困 你要困才会被纾困 爱困 你要困 困难 才需要输嘛 对不对 所以才要纾困 所以你是要被 武汉肺炎影响 而有困难的 人 对象 人 公司 银行 这个产业 所以才需要 才适用这个项目 但现在都逐渐放宽 所以就是纾困 还是 应该是要救那种 我如果没有得到这个纾困 我可能就活不下去 过不下去的人或是公司 但也有听到说 可能说我经营一间餐厅 他一定赔钱很久 他可能在疫情出来之前 就一直狂赔钱 然后只是我就是运气很好 我就撑到了有纾困 有一次有可能有这样的单位 我就去申请 所以某些程度 政府还是会需要 你能提供一些资料 就是他能够多少证明说 你真的有受 疫情影响 那我上次有听你有讲 就是你们是不是有去 访调那个 跟餐厅 餐厅这个受到的影响 因为我们这次采访是 想要了解 了解不同产业 怎么被疫情影响 因为可想的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旅游业是 重灾区 当然很自然 因为大家就是不出来 尤其是在台北也不会进来 就是大家有可能 还会去南部干嘛 所以住宿业真的是 受到很大的影响 没有错 但是餐饮业 虽然大家都说 哇好像还是要吃饭啊 所以餐饮是不是也还好 而且我去一些餐厅 其实人还是蛮多 有些餐厅人还是不少 对可是你 可是其实真的 如果你去了解他背后的营业额 他们真的是还是有吊 蛮伤的 对对对 大概吊个三四成 突然让我想到一个笑 很好笑的事情 不是 你知道有一些小吃店 他们就是好吃到很嚣张 好吃到很嚣张 就是嚣张到他们是 你尿到现场才吃得到 所以他不想要跟任何的外送平台合作 凭什么要让你们抽成 欸他们是抽很凶的 三十到四十 三四成 哇 就是变价六 比如说你一百的 一百块的便当好了 便当 三四十块是外送平台拿走 不会呢 好 反正呢 这种小吃店 可是当然我觉得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你今天有很好的产品 就是食物嘛 你当然是希望 你的客人是在最好的状态下 最完美 对因为还有摆盘 你要外送就没有 摆盘啊 它的热度啊 我用的餐具啊 它出品都有考量到 对然后你才有回购率嘛 对 所以他当然就觉得说 哦如果我配合那种 那种外送平台的话 我不但赚不太到钱 然后量掉也没有那么好吃 嗯 所以呢 可是呢疫情这个 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不得不 跟这些平台合作 被迫要合作 不然大家如果在家 想要在家吃 不想要出门吃的话 那我就没生意了 你看你想到 你知道我那天本来想说 就跟我妈去逛夜市 就在家台门 嗯哼 就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说 连逛夜市都要安全 安全社交距离 安全社交距离 哇 我就觉得这样逛夜市很扫兴啊 就没有夜市感 对啊 我就很久没有吃钱出鸡啦 所以这个我觉得反正 就比如说那你可能就因此影响 你去夜市的动力 那夜市的摊商 它的生意就会变少 嗯 所以就要也是这样一环扣一环 所以就算是说 某种程度上 有一些产业也变好了啦 哦 就在网路上的产业也变好 你那天有讲 就是 结果有一些产业大发力是 可能像电商 哦 就是说网路销售的 的业绩 可以可以 哦不是没有讲它名字 没关系 就是网路的 可是你可以 这个逻辑也很可以理解啊 对 你今天好 你在家 你也不能逛街 然后你也不能逛夜市 那你就网拍啊 哦 只要放到购物车也爽啊 所以你是不是说 你问到那家电商 他们的业绩 就业绩有变好 但我就不说 数据不能透露 不能透露数据 但是说 他们当然也会觉得说 确实是变好 所以他们当然也不会去申请书棍啊 哦对 这个就是 真的要提醒大家 真的有需要的再去领书棍 哎对 这边也是呼吁大家 钱要留给真的有需要的人 对 你知道什么 这不是什么 跟口罩一开始一样 那什么OK 什么 我OK你先领 哈哈哈 对真的 因为其实 因为虽然台湾自己的疫情 现在 慢慢的就是 舒缓 对 但是像很多的产业 他们真的是重在一起 就算你看台湾都变好 那些做外国游客 因为像去 之前一整年 台湾有到一千多万的人吃的游客 等于是这一千多万人在这 这个可能这一整年 因为国外的疫情还没有好起来 几乎都不会来 你想想看那些消费的能量 这个营额的损失会是多少 所以真的 可以让你真的有需要的一些距离 而且看到新闻说 有些人他可能非常努力的在创业 然后好不容易撑了一两年 把一些很稳定的东西都做起来 可以勉强打平自己每个月的业绩 可是那个疫情一冲刷起来 他赔的状况已经是可能未来还要再花更多年的时间 去补那个洞 所以他能做的就只有手弹 关门 嗯 所以这个其实对 这个也是让我们想到 因为像 我们当时去访的那个 旅书业青年旅馆 他们其实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他们其实在 等于是 我不能把鸡蛋放同一个篮子里 对 他就是同时在做这个 艺业经营 就是虽然我在做旅书业 但他同时做那个 卖饮料 对 甚至去看店面说干脆直接开饮料店 他在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他就想说 啊我们现在旅书都没有生意 所以他们就开始卖 卖饮料之外 反正旅书没生意 那而且他也预估到说 其他人可能会倒电关门 逢低买进 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没生意 嗯 就是你平常他们的住宿是九成半 就是 十个房间九个人有人住 但是现在是只剩一层 只有一个人住 十个房间一个人住 一个房间啦 十个房间一个房间住 对一个房间住 就是是真的很惨 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营业下去 然后 当然当然我们相信疫情会好 嗯 也只能这样想 对 就是可能 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 那住宿业不会因为武汉肺炎而 这个产业就因此而消失了 你总要有人住嘛 总要出去 不在自己家里总要有地方住 对对对对 所以只是只是说在这个 现在这个状态 他们总不能空窗 对 那你一定要找事做 那我们遇到的这个 这个店家 他的想法就是开饮料店 对 所以他同时 他同时不只是自己的 那个旅宿店面 开始卖饮料 他现在还在看就是 其他那种 适合的店家 然后准备就是 就是 开辟新店 开新店来卖饮料 所以真的有 因为这里真的有差 就是你如果有准备 不管是 准备到资源上 但也包括人力 或是你的金钱 早就有些准备 然后 愿意去试的话 其实 这某些程度 有时候也是一种契机 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吧 对 就会洗衣泡嘛 整个市场上会重整 没有准备好就会倒掉 有准备的就甚至 因此而拓跌 而且你知道 虽然我们今天主题 讲的是纾困 但我就觉得说 政府他给我们钱 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 帮助我们去弥补那些失去的 就是 你知道吗 因为每个人 每个人工作 没有没有 我是只是说在 在经营事业这一款 他花了很多的心力 去把这件事做好 可是疫情来了 就是 给钱是一回事 但是他失去的东西 真的已经是 我觉得是超越金钱欸 你很难过吧 就是不禁让我想 又又要跳离主题了 这是要怪就要怪 欸 怪什么 怪什么 怪CHO吗 还是CHINA 好 对吧 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不过你刚刚讲到政府啊 所以其实 当然就是 发生这个疫情 说政防疫做得很好 但这个纾困 其实一开始是被骂得很凶 所以真的就 像那时候我刚开始 纾困在讲政策的时候 就是也是有那种 被说一日多变嘛 甚至有那种就是 行政院长苏贞昌 可能他自己 宣布了要怎么做 结果是基层的公务员 就是第一线 要帮忙填单子那些公务员 还不知道说 哈 我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 原来 原来要有哪些规则 然后 但是你又想到说 你在那个柜台门口 然后那个人已经冲进来 然后说啊怎么办 我还不知道 已经冲进要填资料了 所以造成很大的那种 就是 第一线公务员的压力要冲击 我猜 我猜我们那个行政院长 他也是急着要安抚明星 所以他就讲 这样子的一个 殊不知 尚未传递下来的资讯 对对对对 政府的体系毕竟很大 能够传递公文 然后并且让第一线的公务员 了解这个政策 其实 出展论这个政策 毕竟很复杂 每个人有不同的条件 要准备不同的资料 他们面对第一线的时候 又有民众的压力 情绪上的 对那情绪可能很挤压 你想你已经赔成这样了 你当然是 能拿钱的方式 你就急着要去 要赶快去拿 对啊 然后拿不到更不爽 你不是新闻都报了 对是说你拍胸脯保证了 你现在拿不到 你现在是怎样这样 这个确实是可以 可以理解那个心急 就是 大家可能都会为了这个 要拿到钱很心急 但政府也不是说没有做事 但真的就是 要细心 要细腻的地方 还很多 我今天刚好也有问某某一个问题说 像这种非常紧急的疏困政策 他还是要进立法院去做 审核的对吧 立法院只能就像是一个框的大方向 就是 我准许你在什么样的原则情况下 用这笔钱 但是执行的细节 会是由行政部门去规划 因为毕竟太细了嘛 那你还是要交给各个部会 他们比较了解各个产业 到底他们的规则是什么 所以立法院只是在原则上通过 就有点像是 你给你爸妈申请说我要去 出去玩吗 我要去买东西吃 OKOK 但他不知道我要吃什么 对 然后你就是OK 他们给你两百块去买东西吃 但他不会跟你细节说 你要买多少钱的饮料 你要买多少钱的主食 你要买多少钱的配菜 对 他只是一个宽个大方向 因为你还记得我前面讲 那个我同学的故事吗 嗯 我就 我的想像会以为说 可能 立委在监督的时候 也会去考量到这个细节 就可以 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可是是不是其实像在这种 非常紧急的纾困政策下 也只能实施了才能滚雪球式的去修正 比如说滚动式检讨 对 滚雪球式 滚雪球式 对研究 滚动检讨 滚动检讨 就像我们有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那个纾困一样 所以滚动检讨 有看到第二波的纾困政策 其实就是也更便民了一些 对更便民 然后公务员的压力就很大 所以看到那个新北市 哦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以前公务员他们 推了大概五十几个纸箱 是五十几个吗 反正有很多纸箱 很多 就很多个纸箱 自己铅笔的资料吧 然后就要去审 对 从地方政府要送到中央说 那你要你们来帮忙 那是因为某人说了什么 没有就是 我可以理解就是中央说 拍胸部保证说 反正有问题就是来找我们中央 对 但有时候就是 我是这样讲就是我会 我原则上我都会给过 但你也不是就是 就是我方便 我跟你方便你就真的 就是说今天某某情客 然后我就会去吃最高级的料理 对对对 就像说 好啦基本上我可以帮你cover 你们如果有疑议的 有疑虑的 送到我这边来 我原则上都会帮你们合下去 原则上 对那不是说 是这样子 那我全部丢给你了喔 这样子中央也会下赏 有一点这个状况 不过最辛苦的真的就是 第一项要处理这些公文的公民 没错 公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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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人员也是公民 公务人员和公民啦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在 不管在防疫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有这种 就是不管是政府 或者人民某些程度 有一种一条心的那种感觉 大家去遵守那些防疫的政策 然后我们有做一个很好的防疫战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我在做这些疫情受困 就是纾困访谈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台湾人某种程度上还挺乐观的 怎么收呢 怎么收呢 因为通常 你想想看遇到这个状况 一定是觉得很 很无力吧 就快倒了 就很亏很多钱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怎么处 有什么打算 对有什么打算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那个 驴舍他说 干脆转型吧 卖饮料 对 可是有很多说 不然就干脆趁这个 没怎么赚钱的时候 去精进自己 嗯 进修 对就进修 或者干脆收起来 然后停下 然后去思考说 企业的未来 在哪里 然后或者是说 去优化公司里面的流程 因为平常可能很忙 没有时间去想说 我要怎么样 让我的企业工作更顺利 这样子 毕竟我觉得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 就是说我们平常思考事情的方式 对对 就是说没有进办公室 要怎么打卡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的 嗯哼 就是有时候也会觉得 我们真的动得太快了 就是 直接线聊 不是动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停下来 静静的想一想说 欸 我要的到底是什么 对 然后就重新思考一下 这段方向 听说国外离婚率也变高啊 就是因为都待在家里 然后越开越不睡了 停下来思考一下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 处理一下我们 这个东西没有趣 或许我们下一期 就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资料 什么 离婚率是否在这两个月 有突然变高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结尾 范妮不是要放我们做ending 我想说 这一半本来想要聊纾困的政策 但其实这集 也不是要教大家怎么去 申请纾困流程 我觉得其实聊一些 我们碰到的一些故事和经验 尤其是 我们之前算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 找了蛮多人来聊天访谈的 真的 会听到一些就是 因为如果只看新闻 或是看一些政府的东西 看到是数据 或是一个 新闻媒体 当然会想要给你片面 他们角度发现的事情 但我们自己真的去聊 会发现就是 诶其实 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是新闻上 媒体上 看不到的 大家也可以找这个机会 跟自己的 鼓励大家也去 对聊聊天 嗯 然后 我觉得或许可以学习到一些 人生大道理 人生大道理 就是到你遇到危机的时候 对危机 就是转机 或是不要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也要学习第二专长 对 万一有一天就是 你最厉害最厉害的专业 可能就因为 疫情 或是什么这些关系 被取代了 不能使用了 你就必须要离民主 我觉得可以给一些 就是我们年轻的 听众 就是大概 可能刚出社会 或是说 说不定有学生的 我觉得就是 现在的趋势就是 要 几乎真的是 尽量要有多种技能 多功 对两三种 你可能就是 应该说 以前不是都重视那种职人吗 OK 你会做一辈子做一件事情 做到最好 对 然后那种就是超专业 就没有人可以取代你 可是我觉得现在 科技进一步太快了 就是啊 你只有一个技能是不是 对 你可能第二天就被取代 就是不 也许说天灾人祸 或是因为科技进步 你这个产业 明年就不见了 是啊是啊 那就 刚好也是个提醒 就说你可以趁机去培养多个技能 像那个啊 你看说不定 说不定我们 那个旅游业的那个受访者 他可能饮料店做得太好 然后我们 下次去的时候 那边整间变成五层楼的 都在卖饮料 然后就是什么 全台连锁超强 一楼饮料 二楼餐厅 然后三楼酒吧之类的 有可能 然后那个 那个訪問故事变成 当初我就是做这个 也发现做不下去 原本以为武汉 背炎是我人生的低潮 没想到 让我人生走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 大家生活步调放慢之后 真的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这集也很chill 因为我上个礼拜听你的声音 觉得你好像快睡着了 然后我们剪接的时候也说 你们两个真的睡觉 我在思考人生的方向 开始要放慢我的物调 我觉得上礼拜是因为太热 所以我们两个人讲话都很累 然后就是那种 欢迎大家修听 我早就没有这次了 好 好 我要做ending了 不管你了 好快点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就是 就刚刚前面也有讲到 一定要定期定 不是 一开始就讲定期定的 现在好吗 对 还是要定期定的支持 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 但是也不要忘记 订阅我们的YouTube 开启小银铛 还有我们的 频道会在 Spotify SoundOn 跟Apple Podcast上面 都可以听得到 而且我想说 你们如果真的有把它听完的话 可以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听到最后吗 我没办法留个暗号 有听到最后的请 回答 回答 卧槽好棒棒 OK OK 有听到最后的请再留言 或视讯我们的粉专 Twitter Facebook IG 然后都可以搜索卧槽 然后偷偷跟我们讲说 我有听到最后 卧槽好棒棒 然后也想 如果你们有认识什么 可能周边的朋友 有关于这种疫情受到影响的故事 蛮欢迎 有趣的 会觉得值得去我们去访问 也可以 私讯告诉我们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的主题是 就是政治一体 可是政治就是生活啊 对 所以生活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都是跟政治很相关 当你学会去关心生活的时候 你就进入政治这个领域了 这就是今天的ending 哦还有道理 赶快收声 你刚才好 范婷说的 生活及政治 政治及生活 对 关心生活 关心政治 好 最后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定期定而支持卧槽 支持 支持卧槽 做更好的内容 没错没错 好下周同一时间就是 请继续锁定卧槽妙政治了 拜拜 拜拜